肺癌是我們在國人裡面癌症死因的第一位 那每年9000多人都死於肺癌 那也占了整個癌症死因裡面的五分之一 肺癌高居台灣癌症死亡第一名 109年全台有近9700人死於肺癌 因為肺癌早期並無症狀 等到發現都已經進入三四期 五年存活率剩下一成 因此為福部從7月1號開始 提供肺癌高風險族群 兩年一次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LDCT 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個針對 具肺癌家族史及重度吸菸者 提供肺癌篩檢的國家 因為肺癌各個系列 他們五年存活率差別會很大 連到一起 他們連走努力可以到達95層以上 肺癌篩檢開辦半年下來 已經有22,451位民眾接受檢查 並找出160名確診肺癌個案 其中零期和一期的早期個案 佔86.3% 顯示肺癌篩檢確實有助於 逆轉肺癌的期別分布 讓民眾盡早接受治療 因而大幅提升存活率 那現在已經知道大概是他本身 基因的一些問題 他比較容易受環境的致癌原傷害 然後有一些環境的致癌原可能有關 那以後我們當然是要針對這些致癌原 還有他一些基因的因素 然後來做一些早期的篩檢 肺癌篩檢可以協助早期診斷 降低死亡率 但專家建議 隱君子們最好還是把菸戒掉 減少罹患肺癌風險 記者邱順明特別報導